大家好,这里是老范讲故事 今天啊,北京可是出了大事了啊 出了什么事呢?就是电子手环啊 给这个返京回来的人啊,要带电子手环 这个事呢,传到微博上以后 以舆论大华呀 为什么呢?这东西实际上就是电子手铐嘛 或者叫电子脚镣 我们以前管这个东西叫数字围栏嘛 就是说你只要是离开一个区域 他就可以给你报警嘛 最有名的最近带这个东西的人是谁啊 是孟晚舟嘛,孟公主啊 在加拿大的时候不就带的这个东西吗 这个当然这个人就不乐意了啊 就不乐意了,说这个 你这个事谁让你给我送来的呀 对吧 人家说我们这个连夜开会啊 说必须要这个所有返京的人员都要带 那说这个你有公文吗 说我只负责通知你啊 我只负责通知你 啊,就是这么一个神奇的东西 啊,大家一看就疯了 说啊,我 进返京对吧,我出了趟差啊 或者我怎么着回来了 我该隔离隔离对吧 然后我该测核酸测核酸 然后你要我什么体这个什么啊 测体温什么我都给你测不就完事了吗 对吧,你给我带这么个玩 我坐牢了吗 我犯罪了吗 对吧,我也没有犯罪啊 我为什么要整这么个事情呢 这个事是不是侵犯人权啊 当然咱们他能想起人权这事了呢 我估计也就是在北京啊 因为这个东西啊 不光在北京有 国内有一堆城市都上了这个玩了 只是呢,到北京他翻车了啊 为什么会在北京翻车呢 这天子脚下,对吧 这是帝都啊 这个咱们北京人什么没吃过 没见过,对吧 所以这个事情呢 你到了北京 你搞这些事情 想糊弄北京人 这事没那么容易啊 这事真的没那么容易 这个东西呢 2022年4月份啊 这个在北京,武汉,牡丹江 大连,隋化吧 哈尔滨,瑞丽,营口,沈阳 深圳,南京,连远港,广州,兰州 防城港等十余个省市 开展大规模应用 然后号称是佩戴人员超过50万 到了北京了 这个事呢就不行了啊 一下就舆论大华啊 你想给天子脚下的这个 人民带这么个玩意儿啊 这个而且你也没有宣判 我有罪 对吧 你给我装了门瓷 给我装了这些东西 这不行 这个发这个帖的人呢 他自己就是做这个智能硬件的 所以他呢也懂 所以我说嘛 北京嘛 帝都的人什么没吃过 没见过 对吧 你在这儿搞这套东西 你是搞不过去的啊 你是搞不过去的 当然了 这事闹开了以后呢 现在这个设备呢 已经被收走了 你也不要说这个基层人员如何如何啊 这个基层人员也很烦 对吧 这个社区的人也很烦 说这个 说我们也是被连夜开会 凌晨两点钟开会 说要求我们来下发这个东西 来给大家带 对吧 我们也递给你带 我们也很烦 对吧 当然现在这事出了以后呢 北京市卫健委出来了啊 我没有要求强制佩戴啊 我没干过这事 一推265 对吧 所以前面这位同志说 哎 你有文件吗 给我看看 这个文件是不会有的 对吧 领导想起一出 试一出啊 我今天想这事的 你们就给我干去 然后呢 你说这个事 你担不担责任 领导说我凭什么担责任啊 对吧 我能给你指导江山了 我能给你指点这件事就可以了 凭什么我要去担责任呢 对吧 你要去担责任 我们领导唯一需要承担的责任是 叫什么呢 就是整个的这个国家兴亡 我们需要承担 对吧 这个事你们承担不了 只有我能承担 那么剩下这些事情 都是你们的啊 都是你们的 这个是国内的一个比较神奇的玩法吧 这个呢 我记得我前面啊 就是讲过好多次这首词啊 叫一简眉 采相威威作庙堂 就是国内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传达下来的 对吧 这个诗是什么呢 就是 采相威威作庙堂啊 说着精良 便要精良 那个臣子 啊 那个臣料上一张 头说精良 尾说精良 轻狂太守 赛武邦 文说精良 星夜精良 山洞 山洞 河北 九抛荒 好去精良 胡不精良啊 大概就有这么一首词 讲的呢 就是 南宋啊 这个 宰相坐在那说 哎 我们是不是掌量一下土地啊 对吧 这个想起这么个事来了 然后想起来就干吧 那想起一出 干一出嘛 那他想起来呢 下本人就开始有拍马屁的啊 那跟陈辽上一张 头说精良 尾说精良 然后轻狂太守 在武邦 我们那这太守啊 也是这样的 文说精良 星夜精良 大半夜就去了 一听说要精良 赶快大半夜就去了 然后山东河北的 当时是被金朝给占了 然后一直都抛荒啊 山东河北九抛荒 好去精良 胡不精良啊 他就变成这么个事 哎 这个大家看 听完了这个 是不是觉得很像很像 哎 那个意境就有了吧 而且你一旦出事了 上门绝不担责任 哎 我没干过啊 我没要求过呀 对吧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事情呢 咱们待会再来猜 这个事怎么回事啊 这帮人就起底了 因为你到北京了 你到帝都 你就糊弄这种事 你糊弄不过去吗 这帮人起底了 说啊 这个公司啊 叫微心感知啊 微小的微 芯片的芯啊 微心感知 然后呢 发了一个三无产品 一个手环 上次有一个这个 小疙瘩啊 这疙瘩上连个夜晶瓶都没有 上次有些指示灯 就完事了 哎 把这么个东西发下来 这个手环呢 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呃 就绝对没有任何充气设备的这么一个 呃 应该是尼龙袋啊 这扣在手上就完了 而且要求呢 一天24小时佩戴 这个呢 还没 没有那个什么 就是你充电洗澡 还得摘下来 哎 这个还要求你充完电 洗完澡 再切带 对吧 就很很土 我估计像这个孟晚舟带的那个 就是充电洗澡什么的 都不需要摘下来 对吧 你你能摘下来 再带上这个事不是糊弄谁呢 你 对吧 你这不是糊弄事了吗 哎 这个就别想啊 就别想 三无产品 没有品牌啊 然后呢 他的这个名字呢 也不叫手环 也不叫运动 也不叫什么东西 叫多体征感知设备啊 就这么一个奇奇怪怪的名字 然后呢 这为什么会起这样的一个名字 因为这种设备 你放在市场是卖不掉的 谁会买这玩儿 一个小米手环100块钱 或者是100多块钱 比这个玩儿好多了 上的还有这么多功能 还有运动功能 还有所有的监测功能 对吧 还有这个叶金瓶 然后还还可以换表盘 啊 100来块钱 你加上NFC的功能 也就是200来块钱 对吧 你谁买这破儿啊 这个这个做的又丑 然后又没有任何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就 这个东西叫叫2G啊 2Government 就除了政府之外 没有任何人会去买 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哎 但是刚才我们讲了 50万人佩戴过了啊 50万人佩戴过了 然后已经有这么多个省市都买了啊 啊 这个就是中国的政府 你说他傻吗 他不傻 他绝不傻 那你说为什么会买这个 咱不知道啊 人家有人家的追求啊 咱们不能瞎猜 哎 这就开始扒了吗 这个东西 你说咱们啊 这个北京人啊 他知道这东西怎么回事啊 就开始扒 扒完了以后呢 发现这个设备啊 啊 就是功能是什么呢 它的功能是这个 第一啊 叫血氧测量 测量啊 血氧测量 血氧测量呢 其实跟心率测量比较像啊 基本上都是靠这个灯的 哎 你就像我们带的是这个 我带的是苹果的表嘛 对吧 这个苹果的表的后头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灯 对吧 他是靠这个灯打出去以后呢 然后这个 在这个啊 看其他的这个摄像头 把这个信息再收回来 哎 靠这样的方式来工作 而且现在这块呢 哎 已经比较准确了 已经比较准确了 然后呢 这个心率测量是非常准确的 血氧测量啊 也有 这块呢 也能测啊 也能测 然后呢 再往后呢 是这个叫做 温度测量啊 体温测量 五分钟一次 但是呢 大家要知道这个 一般的手环上是不测温度的 为什么 因为咱们测体温这件事啊 一定要尽可能的靠近躯干 对吧 这个最准的体温是哪啊 是是这个钢温啊 就是在钢温里头插这个体温表 但是一般大家不这么干 因为也比较难受 对吧 还需要别人配合 然后呢 这个口表啊 这个也是就是 割嘴里头 也是相对比较准的 但是呢 因为卫生原因啊 因为这个方便啊 也不太用 所以现在呢 大家都是用的这个 加嘎着窝啊 或者是呢 什么呢 就是用这个体温表啊 打在脑门上 或者打在耳朵里头 就是比较准的 原来都是打在耳朵里头 叫耳温表 特别给小孩测 都是在测耳温 现在呢 就是随便了 就是什么脑门啊 手啊 就是你测一下就完事了 现在这个设备呢 唯一一个啊 就是别的设备 一般不做的 就是体温检测 为什么别的设备不测 因为他测不准 那你说这个啊 高科技啊 能不能测准 你想太多了啊 我估计就是 他测一大堆数 完了以后呢 做一个拟合啊 你比如说 我在手上啊 测的是34度 我就认为 你有35度了 对吧 我在手上测到 有36度了 你可能发烧了 大概就是做了 这么一个简单的对照 然后呢 有睡眠检测啊 睡眠检测 其实好多是 根据心率来的 就是你睡眠了以后 你的心率会下降 然后呼吸频率的检测呢 这个应该也是 这样去做的一个东西吧 然后呢 包括这个叫做 运动检测啊 就是里头应该是 有一个陀螺仪 血压呢 我觉得就是胡扯啊 因为 他这个表弹上 没有任何加压的设备 就是你 华为出了一块 这个可以测血压的 那个表 但是他那个表弹 是可以充气的 就是跟咱们一般 测血压的时候 你那个表弹 是一定要能充气 对吧 能够把这个东西 能够能够能够 能够施压到这个手上 呃 测血压还是一个挺难的事 因为他也是 呃 一边充气 然后一边来听心跳 如果你的心跳 在这个过程中 发生了一个什么变化 他把这个也叫 什么压缩 舒张压和这个 什么什么压缩压 然后 好像是这两个名字吧 给你测出来 呃 这个 但是我不相信 他这个玩意能测血压啊 然后三无产品 这个这个设备上 第一没有这个 叫做什么呢 没有这个3C认证啊 第二没有品牌 就这个东西的名字啊 名字就叫做这个什么呢 就叫做这个啊 啊 多体征感知设备啊 就他等于是有一个品类名啊 这个产品自己是没有名字的 对吧 你比如说小米手环啊 那也小米是品牌 哎 手环是一个品类 你等于你买了一个东西 叫手环 对吧 没有小米 没有任何东西 那这个东西不就是三无吗 啊 他得到了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呢 还很有趣啊 这个东西很有趣 啊 号称能够检测你的位置 但是呢 这个上面并没有GPS信号 啊 那而且我们知道 在屋子里头 实际上是没有GPS信号的 就是我们只要在屋里待着 GPS都是没用的 哎 那么你说这个东西 怎么来去实现定位的功能呢 啊 他定位功能是跟手机来实现 他等于不停的通过蓝牙去连接手机 然后手机上呢 啊 是有GPS的 有这个 但是我们的手机在屋里 也不是通过GPS来定位 哎 我们手机在屋里是通过什么定位的呢 两个东西啊 第一个呢 是这个 啊 移动基站啊 移动基站 你如果是4G 啊 大概你离这个基站 应该是有个 一公里之内啊 都能感受到这个基站 如果是5G 啊 你能找到基站了 那可能就是几百米之内就有一个基站 他就可以通过这个 啊 甚至你可以找到周围的两三个基站 就可以给你做一个定位 然后另外呢 就是WiFi啊 你家里的这个WiFi设备 他会记录说这个WiFi设备是在这里的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啊 你连到这个WiFi以后 他就认为你大概在一个什么位置 手机定位是 就至少在室内定位是靠这个的 到现在为止啊 手机在室内没有精准定位方式 啊 或者说这个啊 手机在室内的这个啊 定位是一个啊 非常不精确的一个一个算法 因为他没有办法 对吧 你如果手机在室内想做精准定位 这个事儿啊 你的耗电 你的整个这个是非常非常麻烦的 甚至你可能需要重新装修房子 啊 因为原来我们错过这个东西 那个特别麻烦 所以到现在手机在室内 没法进行精准定位啊 然后呢 他这个东西就做了这么一个设备 就是除了测体温啊 其实是没有任何作用啊 没有任何作用 其他的那些作用都是胡扯 什么测血压 我现在我就绝不相信 他这个东西能测出血压来 对吧 这个啊 这个设备呢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呢 这个设备上呢 他说哎 盒子上很奇怪 哎 盒子上怎么奇怪 他没有塑风 这个东西应该是重复利用的 啊 你这个在重复利用的过程中 消毒了没有 你是不是会感染啊 或者有什么其他问题 然后上一个人谁使的 都不知道 这个盒子上呢 还印了两个人在滑雪 哎 他们就想说这个玩意啊 是不是这个什么的呀 是不是冬奥会的呀 因为他们知道冬奥会呢 是发了一批这个东西 给谁用的 给冬奥会的这个志愿者用的 哎 这个冬奥会大概是采购了 三万个这个设备啊 给冬奥会的志愿者 就是你们作为志愿者 你就带着这么个东西 然后呢 进行这个 呃 场馆啊 移动啊 这个就是你 你的位置管理 和你的这个体征的一些管理 啊 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用啊 这个事是 有可能他是不是又把这玩意拿出来 废物利用了啊 啊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啊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因为呢 这个 从网上能够找到这个微信啊 这个 去年呢 有一个中标文件 啊 他呢 是中了这个北京市政府 什么招标采购网的一个 950万的一个标 啊 那么如果按这个算的呢 他一个盒子大概就是三万 三百多块钱 啊 三百多块钱 因为三万个嘛 950万就是三百多块钱一个 哎 这个呢 是他说有可能是 是那一批回来又重复利用了 啊 这是有可能的 当然也有可能是又买了一批啊 啊 这个 我猜的大概率呢 是又买了一批 啊 因为凭什么呀 我一突然就想起来说你们都要去用啊 然后就赶快拿去用去了 这个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就是你一定是要有人在里头有好处 对吧 谁会去推动这件事 啊 这个微信公司一定会去推动的 为什么 就是哎 我又有地方用了 我又有新的用途了 然后北京用了 然后我就可以到下边城市再去卖去 对吧 像我们以前比如说卖这个 各种设备啊 比如说这个摄像机 哎 我说中央电视台买了 哪怕中央电视台那个不是买的 我送给他 哎 这个中央电视台 您用什么 我送给您 您哪怕不用 您签个收 对吧 这个就搁上 我只要拿着这张纸了 我就可以到各地方台去看 哎 你看央视买了 对吧 央视人用上我们的设备了 您也得用啊 对吧 得跟央视保持一致啊 对吧 他就是这样的 就是北京还真不一定买亏了 当然我觉得是 这个价格肯定是贵 因为小米手环 他这个功能绝对比小米手环差很远 啊 然后但是小米手环很便宜 他至少应该是小米手环 大概两三倍的价格 啊 这个这个肯定是买贵了啊 肯定是买贵了 但是其他地方呢 就更贵啊 这个他这950万 比如说是300 这个3万个 其他地方到底是多少钱 咱们不知道啊 咱们不知道 也没看到 这个一定是这个啊 微信的人会积极主动的去推广 那推广完了以后呢 为什么会有人啊 凌晨两点钟组织社区的人去开会 说你们必须要把这东西发下去 哎 那么就一定是说 哎 比如说吧 我们假设在这胡猜啊 这个人呢 啊 这个微信的人啊 做通了某一个官员的这个 呃 关系啊 做通了 说这个事咱们是不是用一下啊 然后这个人呢 可能也不会说直接说 咱们啊 开个会做个文 然后这个把这个文件下发 然后怎么怎么样 一步一步来 不会干这事 对吧 他呢 就会啊 可能不经意的说 哎 小张啊 小李啊 小王啊 你们是不是有有 你看我们啊 还有这样的一个设备 还有这么一个方案呢 咱们是不是把它用起来呀 对吧 他可能就是这么一句话 但领导一句话 下手跑断腿嘛 对吧 那下半人说 那咱赶快用吧 领导都说了 对吧 呃 这个哪能让领导 给咱们想到前头去啊 那赶快下去弄去 哎 甚至说呢 呃 可能这个领导都没说这句话 那他怎么办呢 呃 这个微信公司的人 可能哎 他上头先跟领导打好招呼了 吃了顿饭 回来呢 就跟下半人说 哎 你看我今天跟哪个哪个局长 哪个哪个处长 或者什么什么人啊 吃了个饭 然后呢 我们交流了一下 这个产品怎么使用 还可以这样做的 我跟领导做了个汇报 领导很满意 对吧 这种事呢 下半人是没法去核实 领导到底是不是满意 是不是愿意去推 那只能是拿着鸡毛当令件 那干呗 对吧 等推到下的 歇到社区了 那这事那就甭想了 那就干吧 对吧 那就一层压一层 一层压一层 这个层层加码是怎么来的 就是怎么来的 那我们就加上去干呗 哎 那么下半人就去 就去干去了 哎 这个设备呢 到了下半以后 啊 这个这个就一帮人去测试嘛 测试 说哎 他的手机APP啊 就是说你首先拿着盒子 你要去扫码 扫完码以后 得到一个手机APP 这个手机APP呢 在十分钟里头 哎 做了三百次 什么呢 什么定位啊 做什么这些东西 就是基本上是 啊 这个多少秒干一次 多少秒干一次啊 这个就不停的干 你的手机的电啊 哗啦哗啦的就跑了 对吧 然后各种数据 全都传回到这个服务器上去 而且这个啊 还没有传到卫健委的服务器上去 是传到哪去了呢 传到了北京政务啊 传到了北京政务啊 所以这个里头呢 就是啊 多头管理 谁都有权利说哎 干 对吧 这个这个北京政务网说 你们我们有这个设备 你给我上 对吧 这个上了以后 如果没出事 然后如果这个 比如说你真的啊 起到作用了 那他就厉害了 对吧 他就厉害了 他这个有有功了 对吧 哎 但是现在呢 哎 这个锅下来了 或者雷下来了 这个北京这个什么 卫健委 卫健委赶快出来说 不是我干的啊 我没有强制要求啊 这事不是我看的 这个 所以就互相开始甩啊 互相开始甩 现在呢 肯定是啊 这个东西又回收了啊 这个事就结束了啊 就是他们的APP肯定做的也是极烂啊 做的极烂 稀烂 稀烂的 然后呢 这个啊 产品啊 从外观啊 从整个这个事情上说 除了政府 没有任何人啊 会去买 你这个东西投放到市场 这公司一定会赔死的 然后这个北京微信啊 他自己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呢 啊 是由腾讯投资啊 腾讯大概拥有他20%的股份啊 由腾讯投资的 然后呢 还有一些这个啊 国内的一些啊 科研院所啊 就北京中科院下的 可能有一些这个啊 科研院所也在里边持股啊 就是实际上还是一个办官方的 就是大家知道吗 这种叫院办企业和什么这个啊 所办企业啊 大概就是这么来的啊 这种中科院下边某一个这个啊 公司嘛 就是啊 叫微信感知啊 叫微信感知啊 那么他就是啊 这样的一个啊 应该是一个科研院所吧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科研院所 然后这个创始人呢 是原来IBM啊 区块链研究啊 中心的这个啊 总监啊 这样的一个人来创办 那你说这事跟区块链有没有关系啊 可能也有吧 哎 如果这事呢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你是有功无过了啊 说这个事啊 应用很好 大家都很开心啊 每个人戴上这个这个东西以后呢 都心悦成福 然后感受到了这个啊 关爱和温暖啊 那这事都跟区块链有关系了啊 哎 如果你这个事呢 带上以后发现不拎啊 这个这个 而且这个民愤极大 然后形成了这个啊 巨大的这个社会负面啊 那这个是区块链也可以拎出来背个锅啊 你看他们都骗人吧 应该搞区块链的就不行吧 就搞这样 这个啊 然后万恶的资本腾讯如何如何了 这事其实腾讯估计也挺冤的啊 估计也挺冤的 哎 就把他们啊整进去啊 这个啊 他们也做这个这个咱们北京人吧 上来做了测试啊 这个啊 15点56分啊 这个返回空信息两次 然后呢 获取这个手机信息15点54分 到这个15点55分啊 期间又返回空信息三次 然后他反正这个东西就不停的在工作 这个就反而这个产品也做的吸烂 这个这个啊 应用也做的吸烂啊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啊 咱也不用研究说啊 为什么招标采购能采购上他 这个事呢 呃 咱也不懂啊 咱也不敢问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 啊 政府呢 总是有政府的原因的吧 啊 没准他可能在某一个啊 特定的 呃 环节里头啊 他能够确实有一些这个啊 别人做不到的东西啊 你看华为 手环 其实也做的非常好啊 对吧 而且也很便宜 比他这绝对便宜 对吧 这个包括小米手环 华为手环 什么opo vivo 就是中国人 就是全世界做这个这个东西 哎 这个东西是不是在中国生产的 我还不知道 apple watch是不是在中国生产 我不知道 但是全世界绝大部分的这种穿戴设备 全是在中国生产 哎 中国人肯定是有拥有 呃 做这个东西的这个 呃 一把手 绝对是中国人 对吧 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然后你拿出这么个丢人现眼的玩意儿来 哎 真的是啊 比较啊 比较不这个什么 比比较丢人啊 比较丢人 这个全世界卖的最多的啊 可穿戴设备 还不是这个苹果 啊 卖的最多的是小米手环啊 那个量真的是大啊 真的是大 因为它便宜嘛 而且功能呢 也还差强人意啊 基本上都有 就是你该有的功能都全有 什么各种运动模式 实际种运动模式 然后这个呃 测血压 测心率 测 没有血压 血压挺难测的 呃 测心率 测什么血氧 测什么这东西都有 对吧 像我原来还有一个华为的那个手表啊 那个是比较贵 那是上千的手表 但是他那个是专门跟301医院去一起联合做这个呃 什么呢 就是可以测出像心电图式的东西了 对吧 你可以直接跟这个心脏科去这个呃 联合研发的啊 也是有一个很奇特的功能 哎 这些东西呢 呃 就是这个呃 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 他如果把这样的一个垃圾产品投放到市场上 就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哎 但是呢 就有政府采购 就有买 买完了以后 那你说为什么要给 用户带啊 为什么不叫用户了 为什么要给这个反经人员来带这个东西 很简单 就是不信任 对吧 不信任 这个一个人自己撒谎撒习惯了以后 就不会相信有任何人说实话 对吧 你们这些人啊 这个就是不自觉 因为我今天在这个头条下边的一些文章里呢 还在看 有评论啊 对吧 评论真的是有很多人上来说啊 这个带一下又怎么了 你又不会死掉 对吧 这个我们也是在为防疫做贡献嘛 对吧 这个为了秩序 我们愿意做牺牲 然后我们感受到了温软 带一下又怎么了 对吧 下边不停的人在这回复 说你带啊 你带啊 对吧 没人拿这里 你带啊 对吧 这个有些人就是叫康他人之侃啊 康他人之侃 这个 这个 怎么说呢 啊 这个 这个 呃 就还是说我 我不相信你啊 还有一些人说啊 这些人就是不自觉 就是要给他们带 对吧 就 就很多人有这样的心思 因为他觉得每一个人都是贼 为什么 因为他自己是贼 他自己天天撒谎 他就觉得所有人都会撒谎 你任何人都不可信 那我就要给你们带上啊 手铐脚料 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情况 现在呢 啊 这个事呢 应该是一个闹剧啊 应该是一个闹剧 已经结束了 啊 真正上面啊 北京市卫健委说 我没干过 这事不是我干的 啊 一推265 推了个干净 然后这公司呢 现在也彻底不回复啊 网站打不开啊 彻底没有任何的声音 然后呢 也没有任何人站出来说这事怎么样 他们大概率会成为替罪养 那么这个事情呢 到底是谁发的文 谁谁去执行的 谁这个什么的 真正干这活的 大领导也不会有任何事 就是下边真正干事的人 啊 你拍马屁拍到那马蹄子上了吧 对吧 这种人会倒霉 啊 你像他这个设备不是第一次用啊 去年4月份啊 就中的标 那么这个事情 冬奥会 我相信可能还真的是用上了 但是冬奥会 大家来了 在封闭的环境里 我培训你了 然后你就给我带上 你给我用 对吧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大家也就用了 也没有爆出什么任何怨言来 你可能在其他 刚才我们讲了那么多 什么哈尔滨啊 什么这些地方都用上了 也可能也没有爆出任何怨言来 50万人都用了啊 没有爆出任何怨言来 他不是卖了50万只 因为这个东西重复使用的 可能50万人都用过了 也没有爆出任何怨言来 但是你到北京这种地方来用 就不行 北京有各种各样大厂的程序员 有做智能家居的 有做智能设备的 你家小米就在北京啊 你给小米的员工带上 那他不是 你不是这个什么吗 分分钟弄死 这个就是给你弄个底掉吗 对吧 这个事肯定是不行的呀 所以以后呢 这个奉劝 在北京搞各种事情 都是要稍微的想一想啊 这里呢 不是这个外边这些小地方 他们可能真的是服 北京人呢 你真的大权威 我们也服啊 这个因为咱们见过人头滚滚啊 咱们这个见他起高楼 见他楼他了 这事咱都见过 但是那些不入流的这些啊 这些小的这些官吏啊 你想在这耀武扬威一下 想拿一些这个啊 见不得人的这些东西啊 给给大家上 这个呢 是很容易翻车的啊 这个北京人都见过 都吃过 就跟上一回这个什么 北京开始搞这个什么 疫苗啊 疫苗禁令啊 说没有疫苗的人 就不可以如何如何这个事 虽然最后不了了之了 但是你只要开始干 那么一帮人就出来了啊 一帮人就出来搞 喊说啊 这事不行了啊 这事怎么怎么样 民怨沸腾 对吧 这个咱们就怕民怨沸腾 咱不怕别 咱就怕民怨沸腾 只要民怨沸腾了 马上出来抹 我们不干这个事啊 这个事违反了 这个国务院的酒不准啊 就马上就来了 虽然他最后说啊 你们不用再去 没有说不用测啊 不用说不用去打疫苗 他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只要拿着这个 72小时核酸证明 你就可以进啊 讲完这句话以后呢 还是说疫苗阴打进打 但是呢 要在知情自愿的情况下啊 阴打进打 对吧 他最后换成这样的一个情况 现在的呢 就是啊 在全国各地 都是啊 这个防疫也好 放开也好 拯救经济也好 依然在博弈之中啊 这个北京也好 上海也好 包括其他各个城市 还是在拉锯 在这件事情上 大家就看到了 北京人跟上海人的差距来了 上海人呢 会去想办法给你讲条文 讲规章 讲制度 讲法制 讲这些东西 北京人不费这劲 北京人说咱都见过 对吧 咱就直接把东西给你掰一顶掉 对吧 你这是哪个公司的 然后起查查 给你查清楚 你到底是什么情况 对吧 然后这个啊 马上给你这个上纲上线 上上去 这个你是三无产品 你的这个APP在后台干了什么事情 然后我马上就给你做debug 做这个什么破解 就全都给你看一遍 然后呢 这个事情快速的发酵 快速的反馈 一次就给你翻过来 对吧 上一次疫苗禁令也是这样 一天翻盘 这一次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电子手环也是扫身开始传 我早上还是人家说 有这么个事 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人家赶快传给我 瞅了一眼 到晚上 这个事就就就过了 这个事就过了 这个呢 就是 北京人干活的方式 跟上海人干活的方式不一样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我们觉得呢 还是要感谢上海人的牺牲 如果没有上海三个月的封城 北京可能现在也要重新经历一次 也可能是有这样的事情 但是呢 这个不是说上海人就没见过 没吃过啊 也不是说上海人缺乏这个斗争的经验 上海人也有斗争经验 但是上海人呢 就真的是 咱们看到的就是老教授 站在街上给人谱法 这是上海人可敬 也可爱的地方 北京人不干的 北京人就直接给你扒一顶儿掉 你这里头一定是有见不得人的地方 然后呢 直接把这东西放着 你自己看着办 如果你升纲 那咱就接着往下扒 对吧 这个 你有招投标文件 然后你有这些东西 然后谁用的 然后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马上就可以检测 对吧 这个东西太快了 太快了 而且北京什么实验室 什么检测机构没有 你想干这个事 那咱搞啊 而且国务院就在北京 天天喊酒不准 天天喊这个东西 对吧 以前咱们讲的叫什么呢 就是 叫这个啊 以前叫积乐 叫叫叫 叫三辈 三辈子这个叫做 祖上不积德啊 会会遇到什么事呢 就如果你祖上 没有积德行善啊 你三辈子都都行恶了 然后你到第四辈子 你做官的时候 叫俯献同锅 这句话听明白 什么意思了吗 就是你做了个献令 但是呢 你跟这个俯成的这个 府衙在同一个城里 那你就本来是 父母官对吧 你本来是可以在这当大爷的 但是呢 你到这了以后呢 你跟你的顶头上司 在同一个城里 那你就只能当孙子呗 北京啊 你到这了 就是 跟这个中央政府 跟所有的东西在一起 你就要小心一点 你就要小心一点 这就跟那个叫俯献同锅似的 对吧 你在这你不是大爷 哎 上面那个中央的人就在这待着了 国务院的人在这待着了 对吧 然后你你这久不准啊 讲着不能蹭蹭加码 不能那什么 然后你在眼皮底下跳腾 对吧 前面疫苗禁令 这次戴手画 那不是啊 一天之内就给你就给你摁在那啊 摁在地上摩擦 就是这样 你到上海就不行 上海呢 就是说我上海的老大就是老大 不行的就是说 我中央直接来了一个人 马上我就摁住你在地上摩擦 我要求你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 对吧 今天好像讲的有点有点放飞了啊 这个大家反而且听啊 就就且开心就好了啊 这个未来到底怎么样 咱们不知道啊 依然会去拉锯 依然会去博弈的一个过程 不是说这个事会有结果啊 这个事啊 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会有结果 这一次啊 是手环啊 咱们等着看下一次是什么啊 咱们已经看了啊 上周是这个叫做什么呢 上周是疫苗啊 这周是手环啊 咱们再看下个礼拜在在干什么啊 下个礼拜在干什么 好啊 这个故事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啊 各种可能性 各种瞎猜 就我讲的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都是在胡猜啊 千万不要跟我讲说 啊你讲的不对 你讲的不专业 咱就是胡猜啊 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哎 这个咱们就是大家且猜啊 且开心啊 坐着板凳 吃着西瓜 吐着瓜子啊 在这儿啊 就听着就完事了 哎 苦中作乐吧 苦中作乐吧 这个 感谢大家收听啊 帮忙点赞 点小铃铛 参加我的discord讨论群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